随着国际泳连世锦赛游泳比赛的临近 现在除了美国队之外 其他游泳队基本上都已经到齐了 喀山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 各国游泳队的队员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 人群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孙杨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男子1500米自由泳 一直都是孙杨的看家项目 自2011年上海世锦赛以来 孙杨在这个项目上一直所向披靡 然而本届世锦赛 孙杨即将多出两个很强劲的竞争对手 这两位竞争对手都比孙杨年轻 而且同样有天赋 其中一位竞争对手就是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特涅里 帕尔特涅里所在的意大利队于昨天抵达喀山 今天上午他们第一次来到比赛馆 喀山中央体育场热身 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半 意大利小伙训练的时间很长很认真 不过由于他训练的热身区不允许拍摄 因此只能在他结束训练后进行拍摄 采访一开始他就回忆起了 2011年上海世锦赛时 第一次与孙杨一同参赛的场景 我十五岁年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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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比赛馆 但我没有比赛馆 所以我看到苏约约 有一个人很浓烈的场景 他为了一个很好的世界纪录 现在你是他的竞争 他在史上是一位最绝对的游泳游戏 他在最后三、四年赢了所有的游泳游戏 所以在1500年也在这一年 打他会很难,但我会尝试 年仅21岁的帕尔特涅里 在去年欧锦赛上游出了14分39秒93的成绩 仅比孙杨保持的世界纪录慢了8秒 今年他又雄距1500米世界排名第一位 可以说是孙杨未免最大的竞争对手 此外他还将参加800米比赛 同样实力强劲 同样是孙杨的一大威胁 如果我想你跟孙杨的比赛 你觉得是你的利益和你的投资 我认为是孙杨未免最好的竞争 因为我最喜欢的竞争是孙杨 我能感觉到孙杨非常好的竞争 孙杨未免最好的竞争 如果我正在正好竞争 孙杨未免最好的竞争 孙杨未免最好的竞争 所以我希望他跟孙杨未免最好的竞争 在上届巴塞罗那式竞争上 帕尔特涅里在1500米比赛中 获得了第三名 和冠军孙杨一起登上了领奖台 今年再次交手 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我认为他会比赛中四个竞争 所以他会比赛中一周 但孙杨未免最好的竞争 所以要很难了 我和其他人 哪个榜号 我认识 14-31 ist很棒 我只想让我比赛中兴快乐 14-39 我认识 尤识 可能是太难了 现在 Ciao